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便开始对中国施行封锁,孤立政策,甚至两国民间也完全处于隔绝状态。 所以美国制裁中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直到1969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出任第37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才出现重大转折。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事件,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中美建交。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一直面临着诸多困难,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矛盾加剧、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摆脱超级大国控制、中苏关系、恶化等。 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不得不在当时做出对外战略调整的策略,其目光也放在了中国身上。 在1969年8月,尼克松先后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汉和罗马尼亚总统乔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话,表示出愿意与中国进行和解并发展正常关系的愿望。 恰巧在1971年春天,日本鸣鼓舞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抓住此次机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在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和美国新闻记者成功抵达北京。 这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获批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一个简单的体育交流活动却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关键点。 因为一个简单的体育交流活动却打开了中美两国的接触和对话大门,正是因为乒乓球外交的成功。 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这也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已经开始。 之后,中美高层频繁走动,期间还签署了一个重要历史文件,也是现在时常被媒提到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别名上海公报。 而且,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强调了一个中国原则,且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至此,中美两国正式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 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世界各国普遍认为,中国入市二十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实现了双赢。 要知道,当时中国拥有人口超过12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但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花费了近15年的时间。 在最困难的时候,居然还是美国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将中国送入了WTO。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呢? 1992年11月,克林顿成功击败老布什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 但是1992年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因为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也预示着美苏长达44年的冷战正式结束。 期间,美苏两国并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但是军备竞赛、区域军事冲突、代理人战争一直存在, 导致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国际竞争中不能再以军事力量为主, 经济安全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 克林顿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掏出一个口号, 笨蛋,是经济。 因为海湾战争被捧为老大哥的老布什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输掉的原因竟然是重外交,轻经济。 这也是为何克林顿可以击败老布什的主要原因。 在整个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时期提出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 政府拨款300亿美元用于扩大公共设施、企业设备、 失业福利、税收优惠等, 并在1994至1997年又拿出1690亿美元作为长期投资。 克林顿甚至像一名销售员一样, 向世界各国推销着美国商品, 并且在商务部成立了作战室, 方便及时处理全球贸易事务。 而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最大市场的中国, 自然会成为克林顿的重点关照对象。 中国加入WTO, 使美国经济焕发活力, 并成功对接上中国12亿人口红利, 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 促使美国快速走出经济泡沫, 让美国老百姓可以长期享受廉价商品带来的便利。 即便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 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美国经济依旧可以保持较快的增长。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 美国精英到普通老百姓都享受到了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实惠, 同时中国经济也被成功激发出来。 中国加入WTO, 不仅让美国享受了中国人口红利, 同时还从中国开放市场中得到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01年美国对华贸易出口只有260亿美元, 然后到了2017年, 美国对华贸易出口已经达到1500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出口市场。 而在2007年美国爆发四代危机, 导致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联手级20就是, 使得美国可以安全度过金融危机。 可以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功臣。 时间来到了2008年, 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中美之间的大事。 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 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一场气势红薄的盛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中国人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的努力与奋斗, 一个强大的民族又站起来了。 要知道一直以来, 奥运会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微妙。 奥运会不是政治, 但是政治是不会放过奥运会的。 例如1980年穆斯克奥运会前夕, 苏联入侵阿富汗, 时任美国总统吉米耶·卡特, 呼吁各国抵制穆斯克奥运会。 最终, 包括中国在内的67个国家放弃了此届奥运会。 穆斯克奥运会也是因为政治影响 最为严重的一次的大型体育赛事。 莫斯克奥运会最终只有80个国家参赛, 也是自1956年以来参赛过最少的奥运会。 而北京奥运会参赛国籍地区达到204个, 而参赛人数是最多的一届, 达到11438人。 而作为美国奥运会代表名誉团长的美国前总统 乔治·布什·老布什表示, 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盛事, 不能把奥运会变成政治, 北京奥运会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强大的中国, 同时也让中美关系得到了提升。 2002年6月22日,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了反恐磋商, 期间美国表示愿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 为中国提供安保工作的技术支持。 2004年1月12日, 我国科技部、 北京市与美国能源部达成北京奥运会清洁能源合作框架, 其中包括提高天然气效率、 奥运村能源规划等11个合作项目。 2007年9月17日, 美国奥式科室卡车公司中标北京首都机场救援卡车项目, 美国奥式科室卡车公司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供安全保障。 2008年1月18日, 中国移动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达成战略合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将全力保障NBC转播通信服务, 诸如此类的合作还有很多,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北京奥运会之后, 因为美国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使得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叶表示, 中美关系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 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中国, 让中美之间有了更多良好的合作, 这样有助于为世界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这样看来, 中美关系一直都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而现在的中美关系远远不如之前。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其中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已经提出要提高关税, 以减少贸易逆差, 以及促进国内制造业出口。 此想法也是日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所做的。 在2000年9月时, 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美国国会, 关于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也许克林顿现在会后悔, 但是中国加入WTO, 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好处, 但也是为中美贸易战埋下了伏笔。 克林顿起初的想法可能是, 让中国这个超级大市场加入WTO, 可以方便美国资本进入, 凭借贸易顺差赚走中国大量财富, 甚至在一些亚太事务上也可以配合美国。 但是克林顿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了, 非但没有实现贸易顺差, 反而让中国做大做强, 甚至GDP增速超过8%。 例如, 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744.7亿美元, 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 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2982.6亿美元, 中方顺差1433.8亿美元, 中国甚至在当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美国想通过贸易顺差薅中国羊毛的企图完全破灭, 美国为了止跌中美贸易问题, 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于2015年10月5日起草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简称TPP,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就退出该协定, 认为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非常糟糕的交易, 同年8月14日, 特朗普启动对中国在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作为进行调查, 至此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启, 2018年9月18日, 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最高可至25%。 2019年8月24日, 美国宣布提高对中国进口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而据路透社调查的104位经济学家表示, 美国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将对面美国经济造成损害, 而对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影响, 甚至没有经济学家认为加征关税会对美国有利。 直到2020年12月, 美国现任总统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上任, 依旧选择保持对华关税, 但是为了拉拢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暂缓了对盟友的关税政策, 如今才会呈现出整个西方世界针对中国的情形。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2019年12月开始, 全球新冠疫情开始爆发, 中美贸易又出现变化, 仿佛上天比较眷顾中国。 新冠疫情, 2019年12月开始, 我国湖北武汉市陆续出现病毒性肺炎病例, 随即向全国蔓延, 随后世界多国出现病例。 至于起源尚不清楚, 科学家推测可能是来源于动物。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全国死亡病例5249例, 美国死亡病例超过百万例。 而从中美建交50多年的历史表现来看, 每当中美发生重大危机时, 两国高层总能高瞻远瞩, 令中美关系峰回路转, 此次疫情也不例外。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中国同世界多国进行分享抗疫经验、 原池物资展开合作。 中国先后向153个国家 以及15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 期间举办300余场技术交流活动, 派遣37支医疗队奔赴34个国家。 中国也是最新承诺会将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 并共享疫苗研发知识产权。 同时向150个国家各地区提供中医药诊疗方案, 甚至提供中药产品。 中国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世界的赞美, 但是唯独美国是例外。 2020年3月16日, 特朗普发文称, 新冠疫情就是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 而时任共和党议员凯文·麦卡锡 更是叫嚣称, 新冠病毒应该叫中国冠状病毒。 虽然美国政客的言论非常极端, 但是美国网友美国疾控中心还是理智的, 不仅批评麦卡锡也公开表示这个说法的错误的。 其实, 美国是向借助新冠疫情来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脚步 以及国际名誉影响力, 无奈正面硬刚打不过, 只能背后使阴招。 2020年5月, 美国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 寻求通过言论、行为来遏制中国影响力。 一方面, 通过将疫情甩锅给中国, 声称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病痛。 另一方面, 由于世卫组织和多国肯定中国的抗疫策略, 美国担心日后中国会对国际组织和多国施加影响力, 所以多次敲打了他们。 其中世卫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多次改口, 一会称赞中国为全球做出重大贡献, 一会又要求上交疫情数据以及攻击中国疫情防控。 虽然因为疫情爆发中美关系进行了整合、摩合期, 但是双方就中美不打新冷战达成共识, 也是双方勇气与魄力的体现。 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此而停下。 时间来到2022年2月24日, 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爆发,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5000枚火箭弹射向以色列, 新一轮巴已冲突开始, 中美关系又迎来的新的变量。 由于篇幅原因, 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俄乌巴已冲突了。 如果大家还是想看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小编, 哪段历史大家更关心, 小编会专门出一期。 接下来我们来俩聊万中期待的美国旧金山中美会谈吧。 美国旧金山中美会谈。 本月14日至17日, 中美高层在美国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实现会谈。 此次会谈,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双方已经意识到继续恶化带来的危机, 及中美同意恢复两军军事交流。 对于如今的中美关系来说,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期间还交流了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以及大陆最为关注的台湾问题。 而美国最迫切的希望是中国可以限制伊朗, 利用其影响力警告伊朗不要在巴以冲突制造可以升级冲突的行为。 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指出, 中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两军联系。 可见美国对于中美之间的发生误判、误传等行为, 表示担忧, 因为中美关系已经由一方依附另一方的转变为竞争关系。 双方在军事、经济、贸易、印太战略、 一带一路等方面还在存在分歧。 但是,拜登已经表示, 不会试图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新冷战, 不支持台独, 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如果美国言行一致, 那么中美未来将开创一幅新篇章。